Nikkon Z 大家好 我是Philip Nikkon Z 最近有很多新產品 其中一個最受歡迎就是這個Nikkon ZF 是一部ZF-C的全面板 今天跟大家去試一下這部機 看看這部機究竟有什麼特別 相信大家都看過鋪天蓋地的ZF介紹 亦都對它的規格應該不陌生 所以這次會跟大家著重說 有什麼特別的功能 以及有些功能是少提到的 又或者想大家知道下的新功能 都想跟大家說說 所以這部影片都可能會有少少長 希望大家細心欣賞 還有記得按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記得訂閱 還有什麼意見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 對這部機或者對我 有什麼意見都可以留言給我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ZF的藍本是來自FM2 而之前已經出了一部ZF-C 更加漂亮 就好像它的轉盤 全塊薄片 金屬薄片 貼上去 ZF就是黑色的 字是凹凸 再上色 大家會看到 除了印刷不同之外 其實它的質感 也是完全不一樣 另外一件事跟ZF-C不同 ZF就好像以前的飛行機 可以安裝裝飾的快門釋放鍵 這部機其實是以前的飛行機 又或者是DF 已經有出過 大家可以安裝裝飾上去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Elecon好像說 都會回覆AR11的釋放鍵 配合ZF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但要留意一件事就是 這個位置不可以用膝蓋性 以前舊式的機械膝蓋性 是不可以的 它只是一個裝飾 這件事要留意一下 我相信很多人都會 對ZF的外觀 感到很有興趣 亦都是這部機械膝蓋性 其實是重拾了攝影的樂趣 就好像ZF機剛剛推出的時候 那種新鮮感 那種感覺 令我重拾攝影的感覺 這部機械膝蓋性 是很重要的 這部機械膝蓋性 是很重要的 這部機械膝蓋性 比起其他機械膝蓋性 甚至其他的旗艦機 Z8、Z9 都是更加強勁的 這件事大家都可以 如果拿到機械膝蓋上手 一定要試試它的防震 這部機械膝蓋性 這部機械膝蓋性 也對我的創作有很大的關係 尤其是可以多拍一些 一些慢快門的東西 可能試試 5分1 1.6秒 甚至去到2秒 都還可以保持畫面 挺方便的 這部機械膝蓋性 除了VR由8級之外 還有一個VR連結對焦點 就是什麼呢 以前一般的防震 是以中間為一個基準 去做防震的修正 而現在它可以根據你的對焦點 去作出防震的修正 比以前的效果更加更加好 大家也知道 之前ZF-C就是輕便 APSC的CMOS 主打輕便 讓大家比較輕輕 而這部ZF 用了一些特別的東西 就是本王銅去做這個鍵 以及它用一個特別的調校 令到你去擋鍵的時候 它的質感特別好 其實大家會看到 NICORN ZF 在創作團隊的努力之下 其實很多細節都令到我們 都十分之感受到 尤其是剛才提到 你轉盤用王銅 一些聲音 黑食字 其實很多功能 都是一些我們 很細節的東西 另外一件事 也想跟大家提一下 另外就是快門聲 如果大家可以聽一下 快門聲其實是有微調度的 當然這件事其實ZF-C是有的 所以在ZF 也會有微調的調校 令到快門聲音會比較好聽 我想說 一部很漂亮的相機 當然需要配合復古樣子的鏡頭 現在這個ZF-C是 同時有兩支SD 版的復古版 一支是40mm FD 異光圈 另外一支是28mm 2.8 光圈 兩支都是復古樣子 希望日後更多 不同復古樣子的鏡頭 讓 Nikon 這些復古機使用 當然因為它是石猛 所以就算你要拆一支58.0.95 又或者其他 Nikon Set 的鏡頭 都是沒問題的 寂靠大叔 電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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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電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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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 Nikon ZF 也是一部相機 但根據現在的市場 很多人都會拿來拍影片、拍vlog 其實他們設計師都有想過 就是去插線位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遇過其他機型或品牌 反螢幕會被線位頂住 ZF 的而且確在線位的鋪排上做得不錯 這次ZF 在機身上加入了黑白模式 老實說一開始 我覺得這個黑白模式好像沒什麼用 因為原本已經可以轉黑白 但這次新增了一個扁平單色和深色調單色 這個深色調單色令我對黑白攝影 再次有一個特別的感覺 在陸陽中的濃度可以轉黑白色 我會不會再炒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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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會不會再炒上去 我們可以炒上去 小四川 夏天 買了在這裏 有料喔 除了黑白多了兩個新的模式之外 亦新增了一個龍艷色調人像 給大家拍攝人像的時候 想顏色比較濃一點就可以用這個模式 裡面也會有20種不同的Creative Picture Control 大家可以選擇自己需要調校試一下 不同的顏色直出的時候 會有更多不同的趣味 ZF 用了X-Bit 7 就是Z8 Z9 裡面的引擎 AI 的對焦系統依然會盛機樂器 但這次有一個特別是 一個AF 和 MF 的主體偵測算項 是什麼呢? 就是當你使用手動模式的時候 它依然可以幫你偵測主體 有什麼好處呢? 例如你用一些有接點的鏡頭 它可以在手動對焦模式的時候 當你領領領風 它就會變成綠色框 你就會知道中間的焦點是什麼事 但如果你是用舊鏡頭 或者沒有接點的鏡頭 你也可以用這個模式 按放大 它會自動放大在你想要對焦的位置 例如你用動物對焦 想放大眼睛 也可以即時按到 還有一個就是 成計Z8 Z9 偵測畫面3%的人臉 什麼呢? 就是只要人臉佔畫面3% 就可以偵測到人臉 這就是宏觀現在所有的模式相機 就是最小最小就可以 detect 得到 現在Z8 Z8 Z9 都可以做得到 剛才也說過 除了拍攝相片之外 拍片也很注重 這次新增了 4K 60p 50p 最高格式 另外可以內錄到 HLG N-Log H2650bit 可以提高大家對Log的需求 但是拍攝相片 很多人也很不熟 所以如果你真的懂得調色 拍攝當然是沒問題 如果你不太熟 拍攝相片 拍攝相片未必是一個非常方便的選擇 因為調色方面需要下載一些苦工 其實Log 不同品牌都有不同的特性 所以如果你習慣了有一種Log 的調法 你去用另一種牌子的Log 有機會用同一種方法是不太可行的 所以有時不是N-Log 有什麼問題 例如有聲音、顏色等 有時是熟識程度 又或者是你對CarGrading的熟識 當然了 我自己也不是專業的調色師 但是我對N-Log 的用法 我起碼有一個基本的認識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這些畫面 傳聞中 Nikon ZF 有DVS 一個800 一個6400 大家可以看看畫面 究竟6400是否比5000 ISO 亦是加上800 ISO 給大家看看 如果你說有很多聲音 我又不覺得ISO800 就說有很多聲音 因為很多人都跟我說 N-Log 說有很多聲音 我都不覺得 但大家不知道 在一些流程下 做了一個Denoid 是一個很正常的事 例如像6400 就算是D-ISO第二段 當它真的有 其實都可以做一個 我們平常的後製流程 做一個Denoid 就把畫面乾淨 一般我們用電影機 都會走這個流程 但其實 如果你不放大到400%的畫面 其實 你會看到的聲音 都不太覺得 但當然你視乎需要 另外就是 究竟N-Log 的聲音 多不多 大家可以自己看畫面 自己判斷一下 我測試的場景 已經是一個城市夜景 黑位比較多 正常來說 Log 的實現 會比較多 所以大家應該會比較好判斷 這部ZF 其實他們所說 都是一樣防塵防水滴 性能 和旗艦機是一樣的 所以 大家不需要擔心 例如下雨 或者天氣不好 出去拍照 如果大家有看過 外國一個YouTuber ZF的視機 直接下大雨 都拿出去拍照 這樣也挺厲害的 但我這一天 真的有下雨 但又沒有那些大雨 也不是拍照 所以 沒有那麼誇張 可以試得到 這次ZF 新增了一個Pixel Shift功能 可以一次連脈 32張 合併了一張 9600萬像的高像素相片 最多可以拍32張 16、8或4都可以 但依據你的拍攝張數多少 質素都會有分別 當然 你有時間 可以拍32張 合成一張照片 另外 延遲也可以 在你濕不濕一下 延遲多少才開始 亦是每一張間隔 可以有多少 都可以設定 這個功能 挺方便 尤其是 你想要高像素相片 就可以使用這個功能 另外一件事 在5系的時候 出現Touch Mode功能 可以利用Touch Mode 當作是Joystick功能 可以移對焦點 可以直接在螢幕上 可以移對焦點 用EVF 的用家 是一個好事 不用經常按十字鍵 另外 繼承Z8的油畫機膚 以及人像印象平衡 亦有放在ZF 可以根據你的需要 做油畫機膚 亦可以做人像膚色的變化 你想光一點、暗一點 想偏紅一點、偏黃一點 亦可以在這裡調整 很開心 這次ZF 沿用EL15 我由EL15、15A、B 到C 依然都在用EL15的電池 可以繼承電池 也是不錯的 另外 很多人都說 它跟SR2沒有分別 其實不是的 對比SR2 它已經是3.7倍的對焦點 亦是在對焦範圍中 多了34% 亦可以達到最高 現在是最強最強的 不用開STARLIGHT模式 都可以有-10EV對焦 亦有成計Z8、Z9的AI對焦系統 所以其實分別都頗大 NICON ZF本身的設計 比較復古 手柄不太大 所以對於有些朋友來說 覺得手把位置不夠大 握得不夠舒服 所以當然它也會想到 就是它有跟第三方的合作 就是Smallwork 出了一個手柄架 下面有一個快拆位 亦推出了一個Cage 給大家如果需要拍片的話 亦可以用這個Cage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這個Cage 手柄本身是木的質地 亦有些反應工具 不同的螺絲位 亦可以裝上不同的配件 如果有需要拍片的話 就可以用這個Cage 它的按鈕可以看到 就是用復古的設計 令到你可以用得到 轉本之餘 亦可以配合這個按鈕 另一件事 就是手柄架 就是可以有一個握下的Pay 可以直接安裝之後 除了手柄位置 是深度之外 方便你摘疑木機 亦可以直接在Pay 裝上腳架 只要是這個按鈕 就已經可以直接裝上去 這也是一個方便的設計 作為外觀向的相機 它跟ZF-C一樣 都可以透過換皮來換顏色 它提供了藍、綠、紅、橙 各種顏色 給你像ZF-C一樣換皮 到時候就等官方公布 如何換 但我最了解就是 跟ZF-C的方法是一樣 先買黑色 然後再選擇顏色去換皮 今天呢 其實就是 剛剛做完 現在呢 趁有少許時間 現在已經是四點多了 但是呢 我知道呢 很多人都可能會覺得 ZF-C 未必是一個適合拍攝生態 或拍攝小鳥的一個機型 但是呢 都想跟大家看看 找不到機會試一下 因為現在都四點多了 然後又 今天那天 你看 那天是這樣的 所以就是這樣的 不要緊 那我們看看有沒有些東西 拍到回來呢 就是給大家看看 究竟這部機如果真的要拍 這個情況是怎樣呢 那就和大家試一下吧 還有呢 想去Styling公演看看 因為之前打風 打到爛了 整個Styling公演都封了 今天就應該會 看一看 雖然說ZF是一部 外觀型的相機 但是效能上也不差 有三十張電子連拍 有十四張機械連拍 還有由Z8、Z9 繼承下來的 P-Shoot 就是看你按Style 之前的一秒 最多 就可以Capture 之前一秒的東西 當然啦 這個是要C30 即是三十張的 電子反門追拍 才可以使用到的 這裡雖然是一些普通類型的雀鳥 但是也可以讓大家參考一下 究竟這概念 對於一些雀鳥 或者生態類型的東西 它的反應是怎樣 對焦是怎樣 我也錄了一個螢幕的對焦 給大家參考一下 有很多東西 有很多東西 就想說 但是在很空間 找一個公園 一定是從小公園 會不會不覺得 有很多地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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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否拖慢手機 或者根本不夠用 或者有很多疑慮 這次會和大家測試一下 究竟用了 SD 卡或者 microSD 它的效能是怎樣 其實受惠於 Z8 Z9 中的新式Wall 檔 可以壓縮小一點的ファイル 變成連拍和儲存空間方面 亦好很多 就好像測試中 就是用了一張 V90 SD 卡 暫時來說 SD 卡中是最高速 究竟這部機器最高速的情況下 用最高的 14 張連拍 這部機器最高速的情況下 亦可以變成一張 7 次結果就是 它可以設定到最多 200 張可以拍滿 按實的SR 卡就可以連續拍攝門 另外兩種更加不用說了 一定是可以拍到 200 張滿 有些人說 你用到這麼快的 SD 一定是快的 我們試試用一張比較慢的 microSD V30 卡 兩張 V30 不同牌子 去測試不同大小的 RAW 在測試結果中 即是大小的 RAW 的話 大約到 80 多張之後 涅拍開始減慢 但也不會停下來 不准拍 直到你覺得太慢 或者儲存到 200 張才會停下來 另外一件事就是 如果中間有星星的高效 RAW 可以到達 150 多張 140 多張 亦是會減慢 150 多張 140 張之後 減慢速度 至於最小的高效 RAW 可以連拍到 Max 200 張都沒有問題 所以就算你用到 V30 卡 用到 microSD 的話 亦不用太擔心效能的問題 始終 Nikon ZF 手機 也是有 Z8、Z9 下放的效能 受惠新的引擎 新的 RAW 格式 令它使用比較慢的 SD 卡 Micro SD 卡連拍 也不會有太差的表現 這值得一讚 另一件事很多人都會擔心 就是之前 很多 YouTuber 試過工程機 沒錯 是工程機的樣板 發覺機器比較熱 容易出一個黃色的 Warning Logo 究竟這件事是怎樣的呢? 我也有諮詢過 Nikon 那邊 他們說因為工程版和市售版 但始終是不同的 他們大大改善了很多東西 亦都可以讓各個 YouTuber 看 實機的時候可以放心測試 尤其是過熱測試 我自己也做過熱測試 而發覺它的考量也不錯 因為大家會看到 無論是黃色 紅色 還是過熱自動關機的時間 都已經非常長了 一般來說 應該很少會拍到這麼長的影片 但當然如果你有需要的話 就要留意這件事了 如果用攝影機的溫度高一點的話 就可以在Menu 設定高 另外一件事就是 攝影機高之後 其實在相應地的不同的 Logo 出現 都會遲了一點 但我最後攝影機不是因為它過熱 因為我的電都已經沒有電 因為我第一顆測試就是全新的電 第二顆就是我用Z8的電池 所以效能上可能會有些分別 這個真是不好意思 剛才試過4K的25P 日本普通人會拍的格式 也試過4K的50P 4K 50P 大家要留意 它會合作DX Mode 即是1.5倍 大家要留意這件事 另外它的溫度當然 因為拍50P 會比普通的25P 會高 但我發現它的反應也還好 譬如它過熱自動關機也要一個多小時 才會到關機 我覺得也算是這樣的 因為不會說拍一拍就過熱 拍不到要下班 這個我絕對接受 另外大家可以看看溫度 其實到了它的臨色機改的一刻 其實它的溫度也是50多度而已 不是說十分之高 但摸上也會比較暖手的 平時如果我搬出去 全日的拍攝 也沒見過有一個警告 Logo 也沒說有很嚴重的問題 摸上也會有一點暖手的 但我基本上這個正式版來講 我連過熱的警告 無論是黃色還是紅色 都還沒見過 只是在測試中看過而已 日常使用中 完全沒有發現有這些標誌出現 始終它們跟我說是一個正式版本 所以是比較不同的 但先戴上頭盔 如果你是一個室外 也有很嚴熱的天氣 又或者是長期使用的話 看到Logo 或過熱警告 都是不奇怪的 但真的很負責 告訴大家 跟Links說的一樣 日常生活用是絕對不會有問題的 這部機器本身的設計 都是一部追求外型的機器 當然它的效能這麼好 我們也會開心 我們越好的效能 我們就越喜歡 因為比較划算 這萬多元的售價 我覺得絕對是起一部機器 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留意這部ZF 記得訂機 外面好像說訂爆了 另外就是 記得按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喜歡我的影片 喜歡我的影片 還有下面留言 有什麼可以在下面留言一起聊 一起聊聊這部ZF 或者你對ZF有什麼意見 或者對日後的復古機型有什麼意見 一起留言聊聊 我們下一次再跟大家試機 拜拜